哈囉大家好 我是秦雅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上一集有跟大家介紹 2023年4月入境韓國最新的旅遊指南 那今天是想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到韓國 你大概會運用到哪些交通工具 對 然後還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跟你需要用哪一些APP 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呢 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次使用的交通卡 是這張T-Money卡 那它其實就像台灣的Yoyo卡一樣 那我這次呢 是先在KK Day上面買 那我買的話 那時候買一張是台幣86塊 那為什麼我會先在KK Day買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先買的話 在韓國大概是可能像便利商店啊 或是說可能在地鐵站附近可以買 那我那時候是怕說我第一次去韓國嘛 然後可能迷路什麼的 那我覺得先把這些東西準備好 我自己也會比較安心 而且我那個時候是買的時候 我是直接寄到我們家 所以非常方便 那它其實也是可以選擇到機場在領取 那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沒有特別想要買韓國 限定的聯名款的話 其實在KK Day上面先買好 我覺得就很OK了 那也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你沒有用T-Money卡的話 你在現場直接買單程票的話 基本上都會比刷卡的錢還要貴100韓元 那另外是它會寫需要你先付500保證金 那你刷出站之後呢 就是你會憑著那張卡 再去把你的那個保證金退回來 再來呢就是介紹機場快線的部分 然後它又稱作A.R.E.X 對 那我們這一次呢 去韓國的時候是在金浦機場下 然後回來的時候才是到仁川機場 對那機場快線呢 它有分成藍色的普通車跟橘色的直達車 那它直達車的話 它是只有仁川機場跟首爾這兩個點往返 才有直達車 對那仁川機場它也有分就是第一行下跟第二行下可以下車 跟大家稍微簡單分享一下兩者的差別 好那第一個呢 直達車它是可以畫位的 然後確保你有位置坐 就有點像是你買高鐵票的樣子 那如果是普通車的話 它就是上車有位置才能坐 那再來是直達車呢 它是有可以放行李的地方 就像桃園積結那樣子 有一個那種架子可以讓你固定行李 然後你坐的地方就是比較舒服 不用跟行李擠在一起 直達車的話它是不能使用T-Money的 就是我剛剛有講的這張卡 對那普通車的話 是可以直接用T-Money刷卡 然後再來就是直達車的話 它的價格會是普通車的兩倍 就是如果你都是從首爾高仁川機場 買這個路程的話 就是普通車的話會比較便宜 那我看網路上是說 就是它的行車時間其實也只差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說如果你沒有差那十幾分鐘 跟你沒有一定要坐位子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買普通車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這一次是回來的時候才坐直達車嘛 那我事先有在K-Look上面先買好票 那它買的話那時候我單程的票價大概是台幣180左右 那我上網查就是 如果你是在現場用機器買的話 它的單趟大概是 7500到8000韓元 那因為可能會隨時變動不一定 所以還是以官網為主 那大概換算台幣大概會是230左右 所以就是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先在網路上先買好 因為價差大概五六十塊台幣左右 那我這一次呢 在K-Look上面先買好之後呢 它就會給你一個13碼的序號 那你可以先到官網或是APP先去化位登記 然後就會生產出一個QR Code 就像是在台灣坐高鐵一樣 你就直接刷QR Code就可以進去了 再來呢就跟大家說怎麼在APP裡面做化位 那你搜尋AREX之後就會看到這個APP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就沒錯了 那你點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要你選擇你的搭乘資訊 好那出發我們就選首爾 那到達站呢 因為剛剛有說就是直達車 它只能到那個人川機場嘛 所以自然這邊只有人川機場 那它這邊有分成第一跟第二航廈 那它也很貼心有把所有的航空都寫出來 但是我這次有發現 因為我們做的是華航 那它在第二航廈 我就發現它這邊沒有寫出來 所以它有可能有些資訊還沒更新 那大家就是 就是只要看你的機票在哪個航廈買就沒錯了 OK 那我們就選第二航廈 然後時間的話就是選擇你要搭乘的時間 人數的話我們這次是兩個人 然後就按列車查詢 就會出現所有的班次 那我們就隨便點一個 那跟大家說就是在APP裡面做操作的話 你必須先註冊會員 那就很簡單就輸入個 email的帳號密碼 這樣就可以了 那所以大家記得要記得先註冊哦 剛剛有說就是它是可以畫位做位的 所以上面可以看到它可以有那個座位的號碼 像我現在選的是3號車廂的9A跟9B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寄選座位 我覺得蠻方便的 你可以寄選你要坐哪裡這樣子 好 那就直接按下一個 那再來呢來到這邊是很多人可能會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像我剛剛有說 你在Klook上面買 你會拿到一個13碼的序號碼 對那你可能會想說 欸那我已經付錢了 這個序號到底要怎麼去做兌換 那就是這個頁面 到這個頁面之後 你就按這個選擇折扣 然後到下面有一個折價券的部分 這邊就是你要輸入13碼號碼的地方 OK 那這邊呢 就是因為我們我剛剛是選兩位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它是可以去切換就是兩個人的 然後分別去輸入你的那個折價券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看網路上是說啊 如果你是到現場用機器取票的話 你可能會沒辦法兩個人坐在一起 因為它要分別去輸入 所以我是推薦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用APP去做取票的動作 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家人坐在一起 那你輸入完折價券之後呢 你按確認 就是下面這個結帳金額 它就會變成零韓元 因為你已經付過錢了嘛 通常來說購買完之後 你只要拿著QR Code 然後到那個 閘門那邊你掃描BB之後 你就可以去搭乘你的機場快線了 就非常方便 那就是如果你入境韓國之後呢 你要怎麼找到機場快線呢 就是因為韓國的那個交通的那個地鐵裡面 蠻複雜的嘛 那其實你只要看著指標上面 只要有寫空港鐵道 機場鐵路 或是Airport Railroad 就是這幾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沿著它們走 就會找到機場快線的部分 然後就是大家記得就是認AREX這個Mark 如果呢你要從首爾坐到仁川機場的話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 就是你從首爾站出來之後呢 你往15號出口的方向走 那是離那個機場快線最近的一個出入口 再來呢就是韓國地鐵的部分啦 那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季費方式其實跟台北捷運一樣 就是大概單次是大概30塊台幣 然後大概是韓元1250左右 對 那韓國地鐵呢 它比起台北捷運複雜非常非常的多 它的那個路線大概有20幾條 我可以把它的那個路線圖放給大家看 就是光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頭昏眼花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 它的月台很多地方不是雙向的 就譬如說像我們在台北做捷運 紅線它可能這個月台就是這一側是去 這一車是回來 所以你只要坐過站之後 你就是下車到對面坐就可以了 但是韓國很多站裡面呢 它可能是這一條是1號線 對面那條是4號線 那如果你在近站的時候 進錯方向 你有可能就是你需要出去 再下去才會到你要的那個月台 所以大家在近站前就一定要看好說 欸這個方向是不是你要去的 不然它再轉換的話會很麻煩 而且如果你的語言能力又不好的話 你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那像剛剛有講說 就是你近站前要先看好搭乘方向嘛 對那我這邊可以推薦大家下載兩個APP 一個是韓潮 一個是Subway 對那這兩個APP最大的差別是 韓潮它是會有站名的英文版 因為那個韓國地鐵站內 它不是每個地方都會有簡體中文 對所以呢你可能會需要用英文去比對站名 那它在站內大部分它的指標呢 它會寫就是這一側是往哪一個方向 那它上面寫的站名就是那一側的最底站 對所以就是你可以用韓潮的APP去比對說 欸這個方向是不是你要去的 那大部分時間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用Subway的那個路線圖 因為我覺得韓潮它有點太複雜了 可能是因為它有中文又有英文 所以我覺得在閱讀起來不是那麼方便 如果你已經很熟 就是韓國地鐵的方向啊站名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Subway 那韓國地鐵呢就是都挖得非常非常深 然後就是每一個轉線的地方都要走超遠的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就是你們的通勤時間 一定要抓鬆一點 尤其是如果要趕飛機的話 千萬不要抓得太剛好 那也因為可能它們站內比較大 所以不是每一個樓梯出入口都有手扶梯 所以如果你要扛行李的時候 就是可能要走很多樓梯會非常的累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這次去韓國玩的一個小插曲 就是那時候我跟我媽在新社洞站的時候 我們要刷出站 那它的那個閘門是有那個桿桿的 那它刷下去之後那個桿桿 它不會自己往前推或是打開 就是你必須要用身體去把它推開 那時候我媽要出去的時候 它就以為說沒逼過 它又逼了一次就是導致重複刷卡 然後上面就出現錯誤的訊息 韓國在那個刷卡閘門 跟很多就是加值機的旁邊 它都會寫都會有一個help的鍵 那你就是按了之後呢 大概可能要過個大概五分鐘 他們的服務人員就會過來 就是問你出現什麼問題 那我覺得韓國地鐵裡面可能大家 有些服務人員可能英文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就是可能溝通上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大家要記得就是有些站啊 你刷了之後你只要確認你的那個資訊上面 它是有被扣錢的 你就是可以這樣推出去 就是盡量不要在刷卡的時候出現問題 不然你可能語言不通會有一些溝通障礙 另外是他們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你的票卡裡面錢不夠的話 你是刷不出去的 那所以他們在站內裡面呢都會有加值機 就是讓你在出去之前呢 先確認一下你的那個卡裡面的錢夠不夠 最後來到我們加碼的部分 就是在韓國走跳還需要哪些APP呢 像剛剛有講的是關於地鐵的路線圖 那再來是這邊是跟大家介紹 我這次還有下載一個叫做貨幣轉換器 就是因為你出國完嘛 你可能會不知道那個當下匯率怎麼算 那它長的就是跟那個Apple的計算機很像 那它這邊呢可以切換不同的幣值 蠻方便的 然後你可以隨時去做上下的切換 但是呢就是我有點不太確定 它的那個匯率是不是最即時的 但是它大概可以讓你知道那個比例大概是差多少啦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下載這個APP 再來呢就是關於地圖的部分 那在韓國呢是沒辦法用Google Map 就是它會出現那個方向感整個大錯亂的 所以你就要下載這個叫做never map 對那never map上面呢大部分呢就是 主要還是只能用英文跟韓文搜尋 然後偶爾會穿插一點點簡體中文 但是非常的少 那它最主宗其實還是要用韓文搜尋 才會找得到地點 所以你可能比較麻煩需要去網路上先做翻譯 對那它這個APP呢就是 還可以就是做這個收藏地點的部分 那它這個APP呢就是需要登陸會員 才能去做那個地點的收藏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可能比較麻煩需要先註冊 那我覺得它的導航呢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就是它像Google一樣 它會出現那個藍色的地標 然後你就是跟著它的方向去走 就可以找到店家了 那它上面也會有那些店家的一些評論什麼的 對但是因為那個語言我都看不太懂 對 所以呢就是大家來韓國的話要記得下載never map 那再來最後呢就是因為如果你的語言不太好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一些即時翻譯 那這邊就推薦大家可以用這個PapaGo 它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打中文 然後就直接轉換成語言 隨便打一個 我想要退稅好了 對它這邊呢就會出現那個翻譯的英文 那或是說你可以選擇那個韓文也OK這樣子 那另外是你可能在逛街的時候有些商品上面都是韓文 你看不懂 它這邊也可以用圖片你直接去排 它會直接做翻譯的動作就會比較方便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是第一次去韓國 可能不知道怎麼去規劃交通的部分 所以我就把我這次有用到的所有資訊整理起來 然後拍成這支片跟大家做分享 那希望呢可以幫助到即將去韓國玩的你們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喜歡然後按讚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2023年4月韓國最新的旅遊指南 現在呢先跟大家說 從2023年4月開始就是韓國已經取消KETA簽證的規定了 現在呢入境韓國只需要準備三樣東西